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香啊 那我等了这么长时间就吻个味儿啊 东哥你别着急 等着你去啊姐安排你 说到妖子姐 经常看这个网络啊 短视频的小伙伴都很熟悉啊 但是也有一些可能不经常上网的朋友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组视频 好好来了解一下妖子姐 来了老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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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 因为这几个字 是不是也给您 带来了很多的关注啊 那肯定啊 给我生活也带来 很大的变化 很大的变化 好期待啊 那接着来我们天津卫视 为他而战这个节目 您的这个所谓何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对 生命当中的意外 说实话 我俩当时火了以后 特别的高兴 行人能在网络上火了 多幸运呢 当时我和我老公 逮地摊的时候 我就说 我说老公 你啥时候能让我 就是坐次飞机呀 我说飞机特别贵嘛 我俩出摊的时候 一天就卖个几百块钱 我老公说的 哎呀 坐那晚干啥当时啊 就当时的时候 我没想到 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 是免费的 什么意思 跟我们介绍一下 吃厨器商演的时候 人报销的来回路费 邀请去的 对 邀请去的 所以网络还是改变很大 网络改变很大 但是其实在您的内心啊 还是更专注于自己的这一摊 烧烤的事业 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 我是一个特别热爱这个行业的人 烧烤 出摊做这个夜市 做了几年了 做了七年 七年 我和我老公 明白了 那是怎么跟老公这个 我俩是初中同学 初中同学 对对对 那时候岁数小嘛 也没在一起 后来下了学了以后 那啥 我俩不知道咋整的 他上了大连 我上了山东以后吧 我俩一上QQ就能联系上 一上QQ就能联系上 特别巧特别巧 我感觉那缘分吧 缘分缘分 完了那啥 我俩就留了联系方式 那时候实行小龙头嘛 一打电话 就打两个多小时 打两个多小时 我俩就唠唠上学的事情啊 唠唠就是我们工作的事情 完了我老公就说 你来呗 来大点找我呗 我想都没想 我坐火车我就去了 就直接去了 直接我就去了 哎呀你现在想想 我告诉你 我不一定去 全时候岁数不小 明白了 什么时候结的婚 哎呀我俩结婚可坎坷了 怎么回事 当时结婚的时候 不得双方父母见面嘛 俩人得坐在一家吃饭嘛 坐在一起吃饭嘛 对 他爸爸那个性格是咋的呢 是就是我来你家谈事了 我就不喝酒 我先谈事 我爸是咋的呢 热情地招待人家 就觉得我先喝酒 你明天咱们再谈事 他俩就是处事方法不一样 所以说给我俩夹到中间啊 特别为难 没想到就是 他俩一来二去 你推我我推你 干起来了 我爸让他喝酒 他不喝完了 他就说先谈事 俩人就跟我夹起来了 没谈拢 没谈拢 完了他们就大包小提楼的 就大半夜的就走了 走完以后 我就想去追 我爸就说的 追啥追啊 大不了就黄了呗 非得嫁给他呀 哎整的我呀 这心里可闹心呢 正好赶上过年 哎呀 嗯 过了一个月吧 过完年以后 我老公一个劲的 给我们打电话 完了就说的那啥 我们去你家 跟那个叔叔 赔礼道歉啥的 我说完我就 做我爸思想工作呀 我说爸 你看我俩出这么多年了 我说的 我说我也挺喜欢他的 因为我老公对我特别好 长得特别的帅 完我就劝我爸 我说的爸 我说我就想跟他好 对 完了他爸也就是 完了就说的 哎行啊 就就过去就拉倒了 我俩就这样的事的 就结婚了 那这个爷俩 他们见面之后 又又喝酒没 你知道吗 现在他俩处得跟哥们似的 这家老好了 一家人了嘛 对不对 对一家人了 现在 我说我们不过去就拉倒了